在我国古代,人们通常称未出嫁的女子为黄花闺女,可能很多人会疑惑,为什么不叫红花或紫花呢?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黄花大闺女的由来。 我国古时候有一种饰物叫做花黄,是指用黄色花粉染制而成,贴在女子额头、鬓边、酒叶等处的花、鸟、鱼形装饰物,她们多以薄纸片、钢花片等为原料。 在南北朝时期,花黄是少女们必不可少的脸部食物,直到隋唐时,她都一直很流行,渐渐地就有人把花黄二字颠倒为黄花,来形容未出阁的少女。 再加上黄花在古代多指菊花,而菊花开在深秋,有奈行孤节的特质,很适合形容纯洁的少女,人们就越来越常用起黄花闺女一词了。 事实上,贴花黄的流行还跟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,相传南北朝某年,宋武帝刘玉的女儿兽阳公主在韩章殿的屋檐下小溪,恰好有辣梅花落在她的额头,时间一久便在她额上形成了花痕,非常漂亮。 后来花痕淡去,兽阳公主就自己在额头上贴些花瓣装饰,久而久之,宫中女眷们都效仿起来,称她为梅花妆,并渐渐传到了民间。 但辣梅花花瓣只有冬季才有,市井里的女子们就想到用黄色的花粉染制,这才出现了花黄。 中国古代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,他们虽为丫鬟,身份却不低,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同,罪易窥见,归房之力。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,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《探秘历史》原创视频。 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。